怎么描述胡春华的性格 要给大家打个比方 大家可以当段子听 胡春华这个性格就是这么回事 比如说他见到陈全国 陈全国对他说 中央农村领导小组 你是组长 我是副组长 但是我们都是政治局委员 我当副组长 我不服气 胡春华一看 哎呀 陈书记 你来得好早 你在新疆干的大好事 哎呀 辛苦了 辛苦了 来来来 我先敬你一杯茶 然后在另外一个会上 蔡奇见到胡春华 也是说 我们都是政治局委员 你是什么副组长 我是副组长 我不服气 胡春华一看 哎呦 蔡书记 你在北京的三把火烧得好 来来 我先敬你一杯咖啡 辛苦了 辛苦了 习近平见到胡春华 说 胡春华 你小子有野心 想当接班人 胡春华说 哎呦 习总说 这话我听不懂 接班人 接班而行 是不是说夫妻关系 我们家夫妻关系没问题 还过得去 过得去 习近平说 我说的是接班人 胡春华又装傻 说 你说的是不是我们要结伴起来 团结而行 共同奋斗 奋勇前进 加强党的团结 习近平又第三次说 我说的是你有野心 想当接班人 胡春华说 哎呦 感谢总书记提醒 你是不是说清洁卫生大扫出轮到我轮班了 好 我去轮班 这里是一颗巧克力 总书记吃一颗巧克力 压压血压 吻一下血糖 赶紧扛着一个大扫把 胡春华就扛着一个大扫把去搞大扫除 所以习近平忘了他的背影 也只能就是无可奈何 哀声叹气 所以胡春华就是这么一个性格